对我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POA 其弟弟李中虎 在办公室与女性发生不正当关系 被我撞到后 对我进行了打击报复 并且POA我精神受到极大的折磨 名声也受到了影响 两位局长竟然是亲兄弟 难道现在局长位置也能实行善让制吗 这位女子举报 两位局长均对她有POA行为 一个一年一个三年 是简单的上下级POA 还是另有引擎 为什么这位女子举报说 她的名声受到了两位局长的影响 我们先看她的举报视频内容 然后对这些疑点进行深入分析 大家好 我叫宋维利 是山西省吕梁市柳林县一名体制内工作人员 我实名举报 柳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原局长李强 在任职期间收受费赂以权谋私 退休后仍然不收手不收敛 现任局长李仲虎系其亲弟弟 在在任之时 也是收受费赂以权谋私 并且玩弄女性 李强在三年前和我单位另一名同事 对我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POA 其弟弟李中虎 在办公室与女性发生不正当关系 被我撞到后 对我进行了打击报复 并且POA我的POA 精神受到极大的折磨 民生也受到了影响 请有关部门进行调查处理 视频中的这位女子举报内容 主要是两任领导都贪污受贿 不断贪污受贿 还以权谋私玩弄女性 甚至在办公室里和女性搞play 并且两位局长竟然是亲身兄弟关系 宋伟丽既然敢实名举报自己的领导 肯定是拿自己的后半身做赌注 掌握了一些铁证 但是呢 在这个举报的视频里面 并没有展现 通过查阅相关的资料和综合分析 这个视频里面至少有几大疑点 值得我们去思考 首先 宋伟丽和李强 李仲虎 这两个被举报人 是正儿八经的上下级关系 这就很不可思议了 在体制里 下级举报上级其实很少见 因为他们不是竞争关系 独到万不得已 不会有人真的去做 采取网络实名举报的方式 这样的结果 往往是两败俱伤 其次 前局长李强 和现任局长李仲虎的关系 也不可思议 他们地缘是亲兄弟 同一家单位 哥哥当完局长 弟弟接着当 这类情况实属罕见 哥哥退休了 弟弟接着上 所谓一夜之秋 你从中看到了什么呢 看到了一个县城 盘根错节 建立在血缘之上的权力江湖 所以在中国权力除了血液和性传播 几乎没有别的传播途径 尽管没有法律的明文规定 亲兄弟之间不能连着担任同一个领导职位 但通常的人事安排都不会这样操作 李家兄弟开了这个仙盒 也必然会招来非议 再怎么举贤不避亲 也不应该搞兄中弟级的游戏 在宋伟利的字述中 他的举报内容之一是 李强即前一任领导 担任职务期间受贿 并且在退休后仍然接着受贿 一个政科级的县局局长 为什么在退休之后还有人行贿呢 就是因为他的弟弟是县任局长 那他的影响力自然就还在 这也是为什么执续亲属不能在同一个领导职务任职的原因 包庇纵容的嫌疑太大了 资深腐败的可能性也太高了 举报内容之二是 县局长李仲虎也受贿 并且在办公室和女性发生不可描述的关系 被宋伟利发现 宋伟利也因此遭受了李仲虎长达三年的打击报复 他的精神还受到了极大的折磨 这就更不可思议了 假如一个普通人被同事撞见了类似的丑事 躲都躲不及 怎么还可能去打击报复呢 你打击报复掌握你把柄的人 不就是逼着对方去举报 去用这个把柄对你产生威胁吗 事实上正常操作应该是给对方一定的好处 只要对方不伸张 接受了你的封口费 自然会选择稀释宁人 不可能揪着不放 况且你还是上起 就算因为他们是上下级关系 李仲虎具备着打击报复宋伟利的条件 但他真的有必要去打击报复吗 兔子齐了还咬人呢 何必没事找事 怕别人不知道吗 问题来了 李仲虎在宋伟利撞见之后 他为什么要去打击报复呢 请注意宋伟利举报的关键信息 李仲虎喜欢玩弄女性 并且对宋伟利实施了长达三年的精神POA 那答案显然是一目了然的 两人并不是简单的上下级关系 不然宋伟利也不会那么在意局长的丑事呢 局长也不会花三年时间 切而不舍的去POA他 只有一个解释 就是他们之间大概率也有拦女之间的问题 但是举报人不可能说 我举报我和我的领导有不正当关系 但通过推测 我们很容易得到这个结论 当然后面还需要更多的调查结果 去证明这个猜想 看到此处 我相信很多人对现任局长李仲虎的印象 肯定是极为负面的 但大家可能想不到的是 李仲虎是全省市场监督系统的先进工作者 根据官方消息 自从2019年柳林县市场监督局组建以来 李仲虎同志能够紧抓市和人和心和利和 做到工作谋在先 研在先 学在先 干在先 带领同志们探索突破 推进市场监督事业 取得时效 2021年 2022年 连续两年被品为柳林县 担当作为 表现突出干部 在官方的宣传中 李仲虎被形容为 永挑重担的时代先锋 这个评价 不可谓不高啊 以上的几处疑点 就让整个事件变得扑朔迷离 但大家都相信的是 柳林县李家兄弟的状况堪忧 尤其是李仲虎 被调查和被处理 几乎是板上钉钉的 宋伟利提供的举报视频 最重要的信息就是人物关系 李强和李仲虎是亲兄弟 亲兄弟连任局长 当地的领导层 难道没有一个人 注意到其中的隐患吗 无负责任去猜测一下 大概率是 当地领导干部 全都是蛇属一窝 整个县可能都是自己人 所以能做出这种 哥哥当完 弟弟接着当局长的丑事 也就不难理解了 我是唐平哥 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 请点赞订阅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